這個也是在羅馬那個時代寫信的一個正式方式的寫信方式。 例如在台灣,如果您必須要寫一個公司的書寫信方式, 你必須要寫一個公司的書寫信方式。 這是一個比較正式的書寫方式。 他在寫,就是講基督論,然後告訴你這位是誰。 所以,從這個角度的視乎, 在這裡,例如,他在寫誰? 他現在說,他在寫的七星星。 他在寫的寫信方式,他在寫的寫信方式, 在寫信方式,他在寫信方式, 他寫給別一間教會,他用別的形容,來形容這一位。 他在寫的這個書寫信方式。 我會在寫兩邊的寫信方式。 這是非常美麗的。 接下来的课程中,你会看到他写给这个青天教师教会, 那我会把他所形容的这个人子,他是怎样来比对, 因为他写的不一样,那每天教会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优点是什么,然后摆在一起。 然后,他开始说,你知不知道, 说什么是发生的,说什么我看到, 就好像医生看病人,他检查你的X光,他有一切的报告来说明,说你是怎样的情形。 所以,他开始在这里,你知不知道的故事, 他一直在说,我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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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 所以,他在这里看到,你知不知道, 他在这里看到,可以读一下什么他看到吗?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老子,你的忍耐, 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诗练那些自称使徒, 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 所以,他一直在说,他开始就像这样,但是, 但是,但是, 所以,在耶菲索, 耶菲索, 耶菲索是最高兴的地方, 在这些时候, 这些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名的教会。 它是非常信仰的, 它是非常信仰的, 只有耶菲索, 他们给他们的正确, 作为皇帝的皇帝。 它是名字, 名字,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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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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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也就是一個非常名的阿特米斯, 七大奇景之一。 這個神廟是非常奇怪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是很美麗的。 但裡面,他們也有商業, 那它那個神廟是非常漂亮的,可是裡面無其不有,還有像銀行一樣。 它有127個樑,那個柱子。 那它有賣一些保護的一些飾品。 他們也知道,誰在Evnisc roof? or Aquila, Priscilla... 他們也會那天,他們教了, 可能,可能是, Timothy. 我們知道也關於Onesimus. 這地方,因為它是十分豐富。 那這一個程序是非常富有。 But you know, he says, I saw your works, but you suffer, and you cannot, you know, how to say, take the bad people. 那你不能容忍惡人。 We must compare, you know, a little bit what Apostle Paul, you know, right here, just to say something. But, he says here, you try and you test those who were, you know, because that's why he says this. Why she says this? Because in the first church, especially after the, But at the end of the, between the 70 and 100, Okay, Apostle, most of the Apostle died. Only John was still alive. And then many people were going and say, Oh, I am Apostle, and they started, you know, different kind of Heresies. And that's what happens if he was a Christianist. 一个事件是發生的一世世。 那一年是多人論了七十年到一百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很多使徒幾乎都去世了。 當他那時eron 후還沒去世。 那那時很多人自稱他是使徒, 然後有不一樣的教法來錯誤的教導。 and what